杀和尚和李真盛 还有老鸭 刚才玩了一上午硬盘 终于成功了 我们上次是06年见面 割了11年了 割了张影 现在把那个合影打成字 对 我上去干嘛呀 我说就找赵紫阳上这个车 就找赵紫阳啊 去上了那个车嘛 上了车呢 我上去了 我说赵紫阳 我说上你们这车了 我专门来这拍拍照片 那个时候学生去赵紫阳还是同仇敌开呀 还分不清谁好谁赖呢 他算什么 我说你总书记嘛 后来他们也让我给签名啊 签名拿出来的背心啊 剃鱼衫啊 和白衬衫啊都签名 还有鱼伞 上面是赵紫阳 上面是赵紫阳 赵紫阳在上面签名了嘛 说你签 我说我在签的总书记下 不 你就签他上面 咱们老百姓 你就要压他一头 你是来声援我们的 你比他伟大 我就在赵紫阳的名字上面签 李振胜 还有在那鱼山 我也签李振胜 这些东西谁不会把他扔了 但是赵紫阳后来大家都知道 哦他是受义血的人 就是不知道的话 那都是当文物保留的 有那一天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至少能有十个八个的 我签了那个名字 签在赵紫阳的上面 他们叫你就去那儿 嗯 好酷好酷 就那 高尚者真的 村不难营啊 你想高尚 所以我不 我不同意这个高尚 我说 我说被给我戴上高尚了嘛 我说我一定是一个有道德的人 有道德就够了 要什么高尚啊 什么英雄啊 伟大啊 国际评价都说李振胜是个伟大的摄影师 他的作品是个伟大的 李振胜是个英雄 有用吗 有什么用 分法子给吗 涨工资有用吗 都没用 我说在我们中国 我说不能提英雄 我说英雄呢 我说死了的 就是缺胳膊烧腿的 我说我四肢健全 我怎么能是英雄 中国的英雄都是这样的 死了给这个英雄成号 在这儿吹个不上腿了 这辈子 也站不起来 英雄 国际人就是这么平均的 你们都懂英文的 你看呢 你的英文网站还搜索李振胜 我都保持着很健身的去说话 很认真的去做事 你这个老师也有这个风格 我不行 你不行 你客气 眼神说话是为了自保 自保 自保懂不懂 你光点头 给自己留点余地 自己保护自己 自保就是自己保护自己 别人不保护我 我就自己保护我 嗯 是不是 对 嗯 不是留有余地 但是也是 留有余地 我们不知道它会卑鄙到什么程度 是啊 如果是这个 它的卑鄙 我们能掌握 掌控制 在我们掌控制中 那我们就绕开你的卑鄙 让你别来恶心我们 但是我们掌握不了 真的掌握不了 因为我们不够卑鄙 要是如果想掌握它的话 就比它还要卑鄙十倍 一百倍 才能知道 这个小卑鄙 是个什么卑鄙的样子 我们不卑鄙啊 我们以卑鄙为可耻 他们以卑鄙为荣光 我们知道 著名摄影家 中国的不列宗 在给沙和尚讲北岛的诗 就是卑鄙是卑鄙得的通行证 高尚吧 高尚是高尚者的慕志明 新孩子都小孩都没听说过这首诗 其实伟大的诗人跟伟大的摄影家都是一样的 现在这个小孩要用他的没听过的耳朵 真的 真的 这事情要结束了 我看个相依的 都保证还有一两张礼片 不把它开光 回报社的路上呢 就可能发生意外实验 一样实验你不能掏出枪来没子弹 就留一颗子弹 有人说你留一颗子弹干嘛呀 准备敌人上来自己自杀呀 我说你傻了 这个思维是傻思维 你用自己用子弹把自己打死干嘛呀 你真是战士在战场上 留一颗子弹 到最后 你上来的时候 我还把你放掉 打死一个 最后会有多少个子弹来打你呀 不也死了吗 干嘛自己 那我说我留一颗鱼片呢 他说你留了给自己拍照 不是 我想 拍这个社会突发新闻 因为我遇到过那个车祸嘛 那个交通事故这样的东西 那么我到了回去之后呢 绝大部分 绝大部分的时候没有用 没有事 我的同事们一看 一两张的两三张鱼片呢 不值得剪下来的 我们这些多的话就剪下来 下次再装进去 后来他们都是冲了吧 一冲就冲成白条了 懂不懂你不懂 没感光的就是白条 白板 以前我们也经历过那脚皮 对透明片嘛 我哪怕生意上 我要摆个姿势牌照 你现在我那个 拿着相衣刀手 那就是 把它放在 拿着别人的相衣 我把我的相衣放在 放个小柜子上 你看这个自拍衣的 转 我拿着别人的相衣比划一下 拍一张 还有 敞开胸膛的 我给你小红薯呢 是吧 有 那张很经典 英文很经典 都不得了 对 看了都有 你能记住 日记月累 就积累了很多照片 不是 都是最后的交篇头 所以那个普德伊呢 就要弄一个 编一本书 就是我的自拍相 按他的理论 自拍相 就是自己往里看 自己看自己的内心 表达自己的内心 全影绕 一二三四五六 大场面 就是向外看 就是向里看 和向外看 那 这个题材呢 在中国不敏感 所以 中国 摄影出版社 跟他 讲定了 他们要出版社 另外 普德伊说 这么个意思 他说 你的红色新闻 奠定了你在世界上 摄影史上的地位 但是 这个地位 不能够 牺牲你的作品的 这个销售的 就是卖押 排卖的价格 通过这本书出来之后 你同样的作品是你的 你就 原来就是一个著名的 摄影记者 一个著名的 艺术摄影家 一个著名的什么 等着这个书出来以后 就奠定了你在世界上 摄影艺术家的地位 但是 一个搞摄影的 包括艺术摄影的 你不能定定 你艺术家的地位 你作品的价格 总是被压制的 是有限制的 不是没人压你 就是因为你这个 那个 拍卖价格上不去 那怎么从 摄影家和摄影艺术家之间 那个飞跃的标志是什么 嗯 他说了 当这个 这本书 他是要出法文版 英文版 中文版 因为这个在中文能出 在中国大陆可以出的 他这个出了之后 就会 解决了这个问题 李正胜是一个摄影艺术家 他的作品 应该在评论的话 就不光从一个记者 的摄影来评论你的作品 也不是从一个 一时摄影师的角度来评你的作品 是一个摄影艺术家 所以那个时候 你作品的价值 就会倍增 就是看似细微 支离末节的那些破碎的历史的碎片的 这本书 就是中国摄影家出版社要出的 李真胜的这本 自拍和接片照 实际上 是他从一个摄影家 飞跃成一个摄影艺术家 鲤鱼跳龙门的一个标志 你说的对 普利基说 他编辑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这个意思 那个最权威的 艺术品评估 像一个公司 到我纽约 在我家里评估我的作品 好多天 那个这个评估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要评估一下你的作品 和你作品 以外有关的和你的东西 这个 那个 这样的话就是说 呃 产生一个价值的评估 他们评估过谁的 评估过波勒松的 嗯 呃 他们不光是摄影的 就是 世界上最权威的 艺术评估公司 嗯 那么这个评估公司呢 他们评估出来的价格 各方都都会承认 比方说 那个 那个 普利基呢 想评估这个作品以外 以后呢 想找这个大学的图书馆 找这个博物馆 由他们统一 珍藏 就是 那么珍藏的时候是要 那不是捐赠给他珍藏的 那么他就要 出资 出资 这个出资的有一个标准吧 那么就像中国 任何一个摄影师都把自己的作品 喊价喊到天上去 因为够 有人根本都不想购买你的 你还觉得 沾沾自喜呢 因为 当这种交易发生的时候 购买方就想说 你的价格不值这么多 出卖方就想 我的价值很 非常之高 怎么办 叫评估公司 以评估公司的评估 为 两方面都信任的这个价格 在谈 在沟通 在谈判 所以这家公司啊 在世界上非常权威 所有的艺术品 想这个 统一购买 都要找这家 要花很多的钱 多少钱我不知道 我问普利 你请人来 搞这个评估 要多少钱 他就是一句话 很贵 很贵 不告诉我多少钱 这家公司 在中国还未认识 普利基 是李真胜先生的经纪人 原来是那个联系图片社 就contact图片社的总编 总裁 那么所以现在呢 在中国呢 大家还不知道 还有这样的公司 原来不知道 照片能拍卖 后来照片是可以拍卖了 现在还不知道 照片这个要真正的 它的价值呢 不是由你作者 自己说了算 也不是由 买家 你说多少就是多少 有评估公司的客观评估 在这点上 我在 关于我这个事情 我在 我也没写文章 我也没在那个 微博上发 大家还真的不知道 有这样的事 那个 后来他们要评估我 北京家里的东西 他要评估你全部 最后呢 拿出一个 他能评估到什么程度 你给我看啊 在我家里 在纽约我家里坐着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那个男的是个 不能说 不能说 华语的一个华人 一个人抱着一个电脑 我的所有东西都搬出来 放在地板上 他们就坐地板上 一页一页的看 看完了以后 跳到电脑上 一看 跳到电脑上 他们对这个东西价值 最后产生了 大概若干万份的登陆 比方说我的手稿 我得写的碎纸片 我的任何一个思索 写的几个字 这个页 它都要登陆在案内 那么最后呢 我是怎么形成的 后来听说 那个 他们跟我简单说一点 最后把你的全部的东西 你全部文物也好 现在的物品也好 都评估了以后 打分了以后 最后呢 综合出一个价值来 综合这个价值 就是世界上的所有的 包括大都会博物馆 什么什么博物馆 大英博物馆 都得承认的价格 那个中国的收藏品的拍卖公司啊 往往是用一个人的作品 但是一个人的作品 会受到社会和自然的诸多限制 比如谢海龙的大眼睛 希望他就受到希望工程的限制 希望工程就受到中国教育的特色的限制 刚才李真胜先生讲的 这一个人的作品 就是他作为摄影家和摄影艺术家的飞跃 就是他的一本重要的书 就是摄影的那个碎片和接片 这本书是他从一个摄影家到一个摄影艺术家的飞跃 因为摄影家仅仅的是记录者 而摄影艺术家就是一个创造者了 创造者也就是那个奥运精神更高更快更强 或者是那个诺贝尔奖 诺贝尔都是创造奖 发明奖 没有说诺贝尔搬家奖 你刚才说法的这个 你这个解读的很到位 这就是当下所说的创新 是吧 创新 你不能没守成规啊 一个老艺术家也不能没守成规啊 现在老有人把李真胜先生定位是一个那个摄影家 摄影艺术家或者什么文革摄影家 其实不是 他是一个完整的人 作为摄影的罗伯特卡帕是被炸死的 活了五十多岁 熊雅利人在德国受教育 在法国弄那个麦克南图编社在西班牙内战 然后参加二次大战诺曼底登陆 在巴黎里子饭店约会英格利包曼 然后参加第一次中东战争在日本谋生在越南炸死 死了埋在美国纽约州 他是一个人 他弟弟呢为了让他哥哥不白死 成立了一个世界关心人摄影协会 关心人的价值 关心人摄影协会 为什么特别推崇李真胜先生 因为他不仅是一个摄影家和一个摄影艺术家 他关心人的命运 他的作品表现反映记录了人 特别是中国人 占世界人口多数分之一的十几中国人的命运 2008年西班牙维多利亚国际摄影节 他举办 他是以这个计时和新闻摄影作品为主的这么一个摄影机 2008年这一次呢 他选定了罗伯特卡帕和我 就按他们的话讲 选定了中国摄影家李真胜和伟大的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作为主打 他每一夜每一半一次摄影街都选在全摄影业范围内选两位作品作为主打的 所以我就和罗伯特卡帕举办了一次联合展览 这个联合展览中国摄影师是没有的 所以我身上有很多很多个世界的第一或者世界的唯一 因为我没说大家就不知道 当时西班牙维多利亚国际摄影街跟我沟通的时候说 说你一定要来出席开摩市 我说我不想去了西班牙我去的次数太多了 好多个摄影街都举办了我 我的展览在西班牙巡展了两年走了七个城市 我说我就不去了 这不行 因为我们选定了罗伯特卡帕和你 是我们2008年这次摄影街的主打展出 罗伯特卡帕五四年在越南踩地雷阵争亡了 你是一个健在的人 你如果不出席的话 我们这两个人 选定你们这两个人都没有人能出席了 所以后来我去了 在中国有谁和罗伯特卡帕举办过联合展览 那叫第十摄影连长 刚才你说的卡帕那么多 我给你增加一个小情景 公公之后啊 哎呀 最难办的就是要过三老关 什么老 老同学 老同事 和老同行 老同行 同学不用说了 都是一个窝飞出来的 为什么你飞得这么高 老同事呢 都是在一个办公室里工作了 几十年 为什么你就弄上去了 我们就没上去 老同行 也是老啊 咱们都干了一样的事啊 我当时照相说你还没照呢 但是怎么你现在弄成这样呢 哎 这里面 真的就只有当事人才能感受这当中的微妙的那种情感的变化 哪怕一个眼神 哪怕一个表情 哎 我常说 我说 如果 我在北京 大北遥那个桥底下讨饭 这三老都会来同行我了 哎呀 怎么也没想到啊 李德尚混到了 在北京大北遥底下 那桥底下 跟他伸着手讨饭吃啊 哎 各位 到北京去的人 到那去请他吃顿饭吧 送个汉堡包 送个肯德基 给一包方便面 他也很乐批啦 问题是我没混到那个份上 我混到了相反的一个位置上 所以这个 这里这个 那个复杂的 让人难以阴说的 没有任何人肯承认的 那种情绪 我感受的特别深刻 嗯 就是我们都是记者啊 都有敏锐的眼光和那个敏感的感受 您说的我们全懂 是真的 三老啊 真的是三老 在这之外的人呢 因为和你没有任何利益冲动 反正没事的 有的人很真诚的 当然我的老同学当中也有 也有几位 是真诚的 很高兴的 看着我的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 具有高度的成就 是吧 所以我有一个 我有一个同学已经过世了 他叫赵立奎 这个人是在我们办当中的最有文才的一个人 他是那个农业电影制品厂的总编辑 后来就是归属到中央电视台的七频道的当总编 他在我们的老同学聚会上 他就说过一次话 他说北京电影院出了个张一谋 但是我们长春电影院比张一谋要早的多早的多的一个电影院 他说我们最终出了个李真胜 张一谋现在好像全国都是公认的 而李真胜没被全国公认 是由于一种不正常的一种氛围造成的 我们另外有的老同学找他吵让了 就找我这个赵立奎 他去年刚刚去世 跟他吵仗 说张一谋是一座高山 李真胜顶多算一个小土包 后来我听到这个事我笑了 我说我感谢这个这一位姓张的同学 我给他挂了个电话 我说感谢你啊 他说你凭什么也感谢我啊 我说你给我的宠高的评价 我说我怎么评价呢 你说张一谋是一座高山 我说我就是一个小土包 我说你这个这个评价多高啊 我高于低平线了 小土包肯定高于低平线的 如果你是说是一个大坑里的一个小土包 那我就完了 低于低平线挖这个坑里面 都有个小土包算什么 我说这个你这个评价我很享受 人人都成为一个小土包 实际上就有希望 我是这么理解那个赵老前辈赵李奎所说的话 我认为那个张一谋是北京电影学院 李真胜是长春电影学院 他们是两个不同的风格 这就像二次世界大战的瑞芬舒丹和罗伯特卡帕一样 一个呢是做高大上代表国家美学的那种伟大的作品 另外一个属于草根 用着简单的相机游离于社会的各个角落 然后他没有前者的那么多的导演 那么多的分镜头 那么大的场面那么大机会 他绝不可能让李真胜去拍奥运会 让人架轨道摇臂他没有 他只能用他的相机 他相机刚才跟他聊 他也没有很长的镜头 也没有很短的镜头 基本上是标准镜头 再稍微广角一下 这呢就跟二次大战时候卡帕用的东西一样 卡帕只有一莱卡相机 吃了上顿没下顿 成立了那个叫麦格南图片社 而瑞夫人书单会写预算 会写申请 然后德国宣传部 葛皮尔博士会给他拨基金 然后呢能够批他这玩意好不好 能有援手 所以他是大制作 这同样构成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同的方面 但是我崇拜李真胜 就跟我崇拜 罗伯特卡帕一样 谢谢老杨 谢谢老杨 艾伦马克跟我说 你是世界公认的摄影大师 你为什么说你不是大师 我说我一定有两个师了 说你有两个师 什么师 一 我是摄影师 我说是名副即时的吧 他说当然了 我说我也是合格的一个摄影师吧 当然了 好了 我说我还有一个师呢 是摄影教师 我做记者之后 我又到大学里做了15年的新闻摄影教师 我说我有这两个师了 我还要把大师干什么 他说你为什么不要 他说你是公认的 世界上公认的是 那个最棒的这个中国的摄影大师 后来我说 我为什么不要 因为在我们中国 谁想着被图抹星子淹死 谁就去当大师去 那翻译麻烦了 翻译就翻译不出来呀 托抹星子怎么能淹死人呐 咱们中国人一下都理解了 大师 算那么大师 东北人给你 那么背手撒尿 我不服你 真的 真的很复杂呀 所以我就想说 没有成功的人呢 有成 没成功的人的烦恼 苦恼 他很苦恼 不是烦恼 是苦恼 是天天想着成功 最后成不了功的时候呢 就高喊 我淡泊名利 那么 成功的人呢 有成功的人的烦恼 不是苦恼 这个烦恼 就烦恼 就烦恼 就好像我招谁惹谁了我啊 我又没有踩着别人的阴帮往上上 我凭着自己的本事来奋斗 最后 反而得罪了 老同学得罪了 老同事得罪了 老同事得罪了 老朋友得罪了 其实没有人说得罪了 但是我明显地感到这被得罪了 所以那个 那个玛丽埃勒马克就跟我说 她说 中国邀请我 多次邀请我去办展览 我不去 她是拍电影啊 她丈夫就是 好莱坞拍电影的人 后来她住在纽约 她邀请我去 后来她说 如果你邀请我去中国哪个地方 你认为你可以去办展览 我和你俩办了联合展览 我去 我当时心里想了 你这个谱我们受不了啊 哎呦 那老太太 虎大了 和我同龄啊 也是1940年生人的 我们在那个 土耳其那个布尔萨国际摄影机上 应该都给你在驻地给你准备好 非常好的空调大巴车啊 拉着到燃场去啊 他不做 他必须弄一个奔驰 那个七座车 归他个人用 应该就给你准备 因为他太大牌了 太大牌了 大牌到他谁都不服啊 后来在那里已经说 艾伦马克终于服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中国人 他那个车子牛到什么程 这些东西都不服了 你拍的选一张你拍的 你拍的选一张你拍的 哎呀 选一张你拍的 对 选一张你拍的 这张也不错啊 我看 选一张你拍的 咱们饭都没来呢 三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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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 这放在哪 那个摄影家一碰到摄影的事 就什么都忘了 这么多菜也没吃 饭也没吃 李教授就说咱们该打包了 我说还没吃呢 咱干什么包 不是 我们精神都用在这上面了 用上我跟他这个 杨师爷在学习 杨师爷在学习 现在微信有这个功能 可以一来一去的 好 我通常都加个题目 好 写那细节写得多 嗯 太好了 而且 一起讲词 讲词 那么细节 一大桌的菜没吃 然后服务员来了 问说 然后 李教授说咱们打包吧 米饭还没上呢 就打包了 对 也不想要你们吃的 看老师到我家 死意 强调一个十一年 唐老家十一年后的又一次会面 可以了吧 可以 其他的 就看头了 是不是 对 十一年 十一年 同情之心 给他好好的打包 是不是 下岗了 下岗只工 嗯 多 全放里面 那个辣椒车都放你啊 因为那要不他那给人吃的比给猪肉吃的好多了 不然也浪费了 嗯浪费 嗯 你们是不是挺同情的下岗只工的 通情 通情 通情啊 你看 不通情啊 哎呦 这小姐 咋这么看 不是 下岗了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就没有工作了呀 没工作了 那你不通情吗 其实没啥同情的呀 怎么没啥同情的呀 不是 哎呦 那我跟你 我以为我跟你说我下岗了 下岗了 下岗了还好也不是 下岗还好 就是你可以自己去外面旅游啊 旅游谁给钱呢 下岗只工 孩子啃老 啃不着了 你还给孩子 哎呦 这小姐你哪来的 我江西呢 哪 江西人 江西啊 来自老区的 老区人民不同行这个下岗只工啊 哎呦 下岗只工很惨的 你看 你看吃顿饭 就这么大包盆 嗯 你看这么说了 我都不同情你的同情啊 是不是啊 不 以后觉得同情 放这听说下岗只工都怪可怜的 下岗只工差不多就和那个要饭 比要饭的好一点 嗯 你还想着那个出去旅游去 是哪儿旅游去啊 那谁给钱呢 你给你妈拿钱去旅游啊 是不是啊 以后 只要是说 饭是下岗只工的 你说大爷 大娘啊 真的你吃顿饭不容易 你 你需要什么你跟我说啊 我尽可能的给你服务 都道理 看汁的道理 汁也要 汁也要 你看这个菜叶 香菜叶的 嗯 对 你从我身上学到的下岗只工是啥样的吧 是不是啊 以后就这样啊 好姑娘 都不容易啊 哎 哎 我给你 我给你 我给你画 我给你画 我给你画钱给你 还是怎么样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 放了 你不收这个吗 放了不收了 你看 这个漂亮的女服务员听说李真胜教授是下岗职工 她就没收这个盒钱 谢谢 谢谢 不是 有点尴尬了 省一块是一块啊 那一块钱还能买两根葱 一根葱 对 能买一根葱 您说话这会一根都不行了 是吧 不是 我真想想划给你 不够了 会影响你们收入吗 哎呦坏了 没事